我们以前是以性价比高 低价廉价去强占市场风来 此时刻你不进步被淘汰 怎么样会有生存的机会 机会在哪里 中国的产品走遍全世界是性价比高 在美国卖80美金 我们出口20美金 他们加4倍到5倍 产品出口 其实我们赚的钱是很少很少的 汇率风险 政治风险 其他的经济风险都很大 产品升级 附加值 创新 技术这方面 在此时此刻 逼得你快速发展